这位是金秀贤 主要是看起来比较像暖男、文静和厚诚恳 也是现在很多女生喜欢的韩国欧巴的类型 如果说今天他变双眼皮的话呢 刚刚我们说的那些特质就会不见 大家好,我是黎美雪医师 现在的眼整型手术是以双眼皮手术为主 偶尔我们会接到咨询想要从双眼皮变成单眼皮 到底能不能够从双眼皮变成单眼皮呢 我们今天就来讨论这个议题 以下来有两个范例来讨论 我们现在看这位是金高颖 可以看到他单眼皮的时候呢 看起来是比较东方感、超模的感觉 比较清新、可爱、耐叹的一些气质 他现在变成双眼皮的话 比较特别的个人特质就会比较减弱 接下来呢,我们再找一个男生的范例 这位是金秀贤 主要是看起来比较像暖男啊 文静和厚诚恳 也是现在很多女生喜欢的韩国欧巴的类型 如果说今天他变成双眼皮的话呢 刚刚我们说的那些特质就会不见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两个范例 是好看的单眼皮 主要就是眼皮不能够太刨 眼尖之间的间距要够大 就是眼睛不能太小 最好就是瞳孔可以完全露出来 眼睛是一个杏仁的形状 这就是公认比较好看的眼睛 单眼皮和双眼皮在结果上的差异 主要就是像这张图示 我们先看双眼皮 提眼检肌和提眼检肌筋膜 衍生到我们皮肤表面的位置是比较高点的 甚至是在眼检板前上圆的地方 当张开眼睛的时候 眼皮就会随着提眼检肌上皮 往内折形成一个双眼皮 单眼皮的结果就是 提眼检肌和提眼检肌筋膜 衍生到皮肤处的位置是相对比较低点 单眼皮的人 皮肤啊 眼轮闸机 还有脂肪带就是筋膜前的脂肪 都会相对比较厚 有时候我们手术医师 在树中会发现单眼皮的人 脂肪带甚至衍生到眼尖板前 就变成说 单眼皮的人在张开眼睛的时候 这里组织都过厚 往上皮的时候 因为有肌肉啊 脂肪的阻隔 所以没有办法往内线形成折衡 所以就不会有双眼皮 内霜的形成也跟双眼皮类似 只不过是提眼检肌和提眼检肌筋膜 衍生到皮肤的位置 没有像一般明显 双眼皮的人那么高位 相对比较低位 张开眼睛的时候 它形成的折痕比较窄 直视的时候 几乎是看不太大 可能是在闭眼睛的时候 才会看到一点点的折痕 要把这个提眼检肌 和提眼检肌筋膜衍生到 这个皮肤处的连接 把它破坏掉 为了避免原本的双眼皮 重新沾脸形成 必须把脂肪带分离 甚至是往下铺平 去隔离这个表面的皮肤 还有提眼检肌 和提眼检肌筋膜 脂肪不够的人呢 可能要在身体的别处取脂 然后再做脂肪注射 去隔离这个提眼检肌筋膜 和表面的皮肤 不要再让原本的双眼皮 重新沾脸形成 主要三个困难点就是 预防表皮的疤痕 预防原本的双眼皮 重新沾脸再形成 第三就是 不能有泡泡眼 眼皮表面不能有很明显的疤痕 是因为变成单眼皮之后 在眼睛张开的时候 不再有折痕 可以隐藏疤痕 所以表皮的疤痕 一定不能太明显 第二个困难点呢 原本是双眼皮的话 它在回复动态的时候 有可能又会形成沾脸 所以这一个部分 是比较困难去达成的 第三个困难点就是 眼睛不能看起来泡泡眼 如果提到会利用脂肪去隔离 皮肤表面跟贴检肌筋膜 不要有任何连接 脂肪的量呢 就是我们医师要去拿捏的 要多少才可以去隔离 但是又不会看起来太泡 另外一个困难点就是 有些人他脂肪不够 那我们就要从他身体别的地方 获取脂肪 然后注射进去 注射脂肪的话 他会有一些存活的问题 到底多少脂肪会被吸收 多少脂肪会存留 也是一个困难点 当然是可以 那要怎么判断 有没有提眼检肌无力 可以自己在家里对着镜子看一下 MRD1 它其实就是上眼检上缘 到我们瞳空正中间光反射 也就是光线进入我们眼睛的点的距离 一般像我们东方人都会在4毫米上 只要是掉到2.5或以下 就是不同程度从轻微到严重的眼检下垂 这些眼检下垂呢 必须要先通过皮眼检肌手术 或者是额头悬吊素去处理 改善了眼检下垂的问题 就可以变成眼型更加漂亮 眼神比较好看的单眼皮 原则上可以 但是我个人是不鼓励 因为眼皮的手术呢 它要达到表皮伤口的愈合 还有皮下组织发痕组织 在动态还有静态上的平衡 都需要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 过早的二次手术呢 会提高风险还有复杂度 我们医师也很难去判断愈后的效果 我还是呼吁大家在想要眼整形的时候 要好好思考自己要的是什么 而且要跟手术医师好好的沟通 才会有一致的期望 有点怎么太晚了 我可以吃快 吃快 开启小铃铛喔 这样子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喔